花蓮市清潔队员每天该做的工作 包含清孕垃圾、除草、清沟、环境消毒 可以说是相当辛劳 但近期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工作量大增 花蓮县进出口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有福 在9号上午以旗下朔币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 增赠了6万元慰问金给清潔队员 感谢他们平常的辛劳 朔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忠林 在9号上午带了一份爱心来到花蓮市清潔队 厚厚一叠红包里头装了6万元 希望能够慰绕平时辛劳工作的清潔队员 因为这一次从春假开始一直到清明廉假 整个花蓮的游客其实非常的多 那清潔队员在这一次的那个廉假 就是负荷也很大 那我们其实都有看到 那在这一次疫情的时候 其实花蓮能有这么舒适的空间 其实都很感谢清潔队员给我们这些人 就是协助跟帮助这样子 为我们市民服务 所以就是我们公司特别在这个时候 捐赠一些慰问金给清潔队员 做一些鼓励这样子 市长魏嘉仙表示 清潔队员平时工作量就已经是相当吃重 近期来更是全力投入防疫工作 三星林承受更大压力 感谢寿壁公司董事长陈友福 及总经理陈忠林的关怀 也特别颁证了感谢壮 今天特别谢谢硕壁公司的董事长陈友福 陈董事长还有我们陈总经理 特别来到花蓮市的我们清潔队队部 来做一个加菜经的动作 那在此要特别谢谢魏嘉苑议员的居中牵线 那让董事长知道我们清潔队员 在这段时间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们知道年初的时候 在忙大型加户垃圾的清理之外 那还有我们一些环境的整洁 那完了之后又碰到了新冠状病毒的 一个状况跟防疫的状况 那我们所有队员也上井发条 持续在做防疫的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这段时间我相信董事长也看在眼里 特别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个队员 特别辛劳 特别给予一些鼓励跟未免 另外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延烧 市长魏嘉仙也不忘提醒大家 绝对不能轻忽 在公共场合务必戴上口罩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自己 也保护家人 唯有积极的防疫作为 才能确保社会及国家 免疫新冠病毒的侵害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